大卫也好 但是我坦白说 我觉得你有义务要说明 因为这个决策的形成的过程 对我们政府的形象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我也觉得整个国际视听 在这边有一个翻转 所以我再给您一次机会 我再给您一次跟您请教 我想我们一个个细节来了解好了 那么本来 马总统宣布了72小时最后通牒 那么其实是在 5月14号的午夜就到了 那么我们晚了一个钟头 开这个记者会 那么对外 的说明看起来是已经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为什么 晚了一个钟头 这个我就不问 当然你们还没谈好 但是晚这个一个钟头 您事先跟哪一位商量过 说我们12点到了 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再来谈 谈完对外宣布 您是跟国安会的秘书长 还是跟总统府的秘书长 还是跟总统本人 或者是你自己判断 说我可以 虽然说这个12小时 这个72小时已经到了 但是这个我可以自动敬畏 我可以让他再多几个钟头 您能不能说明 我想要说明一下 这个72小时的这个实现 当然是我们给对方的一个实现 这个在这个实现到了之后 当然这个主动的裁量权是在我方 也就是说我们方面要 什么时候要启动 是谁决定的 这个是要由我们再做一个认定 最重要的就是那天晚上 不好意思 您简单回答我的问题 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 这个其实确实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复杂 谁决定的 你不要拖我的时间 我自己按照这个国安会议 原来的这个规划 原来的这个指示的事项 另外我们所有的状况 其实也都做过推演 所以您认识的情况 您的意思是说 国家安全会议给您的授权 是包括可以超过这个72个小时 由您自己来做判断 不是因为国安会议的这个 国安会议的这个原则性的指示 就是说如果在72小时之内 菲律宾方面如果没有 这个明确的回应 正面的回应的话 那我们